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馬 今天呢 小馬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12月7號在上海的 Innersate 那Innersate是由陳冠希他所主導的 從2017年開始舉辦 所以今年呢 2019年是第三年了 今年呢 小馬終於去參加了Innersate的活動 小馬這次也有在會場裡面做一下紀錄 但是必須說 整個會場從一開始就有點讓小馬非常驚訝 因為人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少說在那個會場裡面有六七千人 然後也發生了很多趣事 那原本想要做一個Vlog的方式 只是因為人太多了 我發現在會場裡面 我完全沒辦法好好的以Vlog的方式去呈現 所以接下來我會用分享的方式 然後再呈現出我在當時會場拍攝的一些畫面 給大家做介紹 那這次Innersate的活動 其實有非常多的品牌方在裡面 Nike Jordan Adidas FR2 還有很多的潮流媒體 Haznobity 然後還有這個藝術家也有到現場 那小馬很喜歡的 Daniel Ashen Filtrella也偷到了這個現場裡面 那在這個活動呢 每天其實它都有定時的一些限量商品 原價發售 有這些像Jodan One Meat絲綢 還有這個黑絲綢 那發售時呢 的這個方式就是透過 它會場裡面的這個大屏幕 它會在指定的時間 然後跳出這個QR Code 然後這時候你只要用手機去掃描 掃到之後 就會連結到它們Innersate官方的App 然後就可以馬上做搶購 那在發售時小馬也是很認真的在搶 雖然我是沒有抱任何期待 因為我知道人那麼多 要搶到的機率 除了拚網路速度之外 還有拚手機的這個速度 搶購的時候就會遇到很奇怪的事情發生 為什麼每到整點前 因為都是整點發售的 前兩分鐘 我的手機就會開始沒有網路訊號 然後就是要結帳就一直轉圈圈 是因為網路收不到訊號 所以才會沒有辦法結帳 我就問我身邊的朋友 你們網路收得到嗎 他們也說網路都收不太到 所以我在想會不會是因為 當下太多人去搶了 所以導致這個網路徽徽 但仔細想想也很奇怪 在整個會場裡面 就只有那兩分鐘 網路會連不上線 直到後來呢 在這個微信的朋友圈裡面 大家就開始上傳 有人就是在現場 直接寫這個BOT的機器人程式 去干擾發售 導致你的這個網路訊號呢 會被切掉 導致大部分人在當下 收不到訊號 所以使用這個人呢 他就很快的 很容易成功的購買到這些鞋子 因此呢 就在他們在提貨的時候 購買是一區 然後提貨是一區 他總共有三個區域 那在提貨的時候 他就提了十幾雙鞋子出來 然後最後呢 就被人家發現說 你怎麼買了十幾雙鞋子 一個人不是只能夠買一雙嗎 我們要買到一雙 就很困難了 他竟然買了十幾雙 所以當天呢 就已經在吵起來了 甚至是打架 然後他的這個絲綢的鞋子 就這樣子被踩壞 甚至還被偷走 只是小馬覺得很疑問的事情是 明明這個APP上面有顯示 一個人只能買一雙 他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成功買到十幾雙的 這一點讓我覺得很妙啦 我不知道這個人跟主辦單位 到底有沒有任何的關係 我是不知道 但是最後因為他的鞋子被偷走 然後被踩爛的情況之下 據說官方他賠償了鞋子 十倍的價錢 實在是不懂 既然你都知道他們用作弊的方式 去購買原價錢 怎麼還會賠十倍呢 這個官方的處理模式 也是蠻奇怪的 以及整個流程上面 在發售這些比較特殊東西的時候 也都是改來改去 我覺得這是還蠻 蠻糟糕的一件事情 就是原本有些東西是先到先買 但是因為人潮實在太多了 整個那個攤位就被擠爆 所以呢 先到先買的遊戲規則 最後被改成一樣是掃QR Code的 那是這個庫國立克熊 Beverry的這個公仔 我覺得掃QR Code這件事情就算了 但是連掃QR Code的時間都可以改來改去 也是挺妙的 原本預計七點鐘會晚上賣黑絲綢 但其實小馬在當天五點多的時候就離開了 因為前面幾次都抽不到 然後手機網路也非常不好 我就覺得再待下去也沒意義 反正一定也買不到 所以我就提早離開 但是小馬的朋友就去留在那邊 然後留到七點鐘的時候 官方就在上面的屏幕顯示說 取消發售黑絲綢 但是活動是到九點 所以當大家都知道 七點鐘的黑絲綢取消發售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都離開了 但是在閉館前的三十分鐘 八點半 又突然公布說要發售黑絲綢 我就覺得 這也太妙了吧 你不是說取消嗎 但突然又說要發售 那這樣子的話 不是就是圖利某些知道消息的人 因為正常來講 很少人會待到九點鐘才離開吧 就是待到最後一剎那離開的人 真的是很少 照理來說 七點鐘 大家等不到這個鞋子有原價機會 大部分都擅長了吧 所以我只能說 整個活動流程 以及他發售的東西 這樣子改來改去 實在不是很好 但我必須說這次的活動 確實是辦得很大 而且邀請到非常多藝術家 還有這些藝術家的簽名會 那Daniel Ashen的這位藝術家 他那時候也發售了展場限定的米奇 那這米奇呢 售價也是蠻貴的 小隻的 四十幾公分的 也要台幣一萬多塊 2480人民幣 所以呢 最後小馬還是覺得太貴了 有點買不下手 就沒有購買 原本是想要去購買它 然後因為它有一個簽名會 可以簽名 但人潮也是暴多 所以最後小馬還是直接放棄 如果簽不到的話 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結果沒有去購買這隻米奇 那原本想說 什麼東西都沒有買到 沒關係 希望可以看一下冠希哥 結果冠希哥星期六 並沒有來到現場 所以小馬就錯過 與冠希哥合影的機會 小馬是在Fusion 我們要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次的一個展場限定的 Beverick的熊公仔 那我們就請小明 帶著這個公仔進來吧 OMG 這個也太大了吧 對 這隻是400%的 對這400%的 400%這樣 對 然後這是一千的 一千%的 一千% 對 一千% 差不多70公分 OMG 這個70公分 對 熊差不多70公分 我們可以把小隻的打開來 可以啊 這個是400%的熊 然後這個是100% 長的都一樣吧 對 因為大隻的東西 其實拆開之後 就等於算是二手了 可能就是人家會比較 care有沒有被拆封過 對 所以我們就是開小隻的 給大家做介紹 而且大隻的其實 拿出來收 再放回去實在是很麻煩 會蠻累的 對所以這隻熊 我們要怎麼稱呼它 牠是千秋 牠的褲子裡面是有 珠子就是糖果 牠們都說是糖果 然後是千秋系列的東西 其實牠從以前到現在 發了蠻多款式的 蠻多款式的 對 發過很多顏色 上海限定是這種 黑金配色 對 黑金配色 但是這隻熊 牠大概多少錢 原價 原價買到的是 5999人民幣 5999 64 26000多塊 對 差不多26000多塊 大隻的 對 小隻的 小隻的是1699 1699 1加1 對 400加100 差不多也要 7000多塊台幣左右 7000多塊 其實算是 原價就偏高 對 原價就偏高 因為日本好像這樣子的 大概是在 5000 4-5000左右 差不多 然後大隻的大概也就是 15000到20000之間 對 看款式 看款式 所以它基本上在這個 發售的價格 併價是偏貴的 發售價格是很高的 但是它的 再售價格好像聽說也蠻高的 對 就是現場收的價格 我們現在就進入到一個 潮流估價王的單元 我們隨機找路人來看看 好的 這個價錢要多少錢才買得到 OK 好不好 如果答對的話 我們就直接包鬼買下來給他 好 來 這個路人 你來一下 你們在錄影嗎 對對對 快快快來 好好好 來上一下頻道 第一次上節目 怎麼稱呼 我是阿晶 阿晶 阿晶你可以來 跟我們看一下這兩隻熊 你知道嗎 我知道 台灣黑熊 對對對 後面有 鳳京 這個熊 幫我們估價一下 他多少錢才買得下來 如果猜對 就這麼包鬼就給我 是的沒錯 沒萬這麼薄 這麼薄 來 多少錢 猜一下 30678 30678 他說這兩隻30678 沒有這麼貴 沒有這麼貴 是不然猜的 沒有這麼貴 沒關係 他還有一個機會就猜大了 那我們先公布小這 要多少錢 18800 小這18800 然後他是兩隻 18800 所以我猜錯了 猜錯了 差太多了 差一點 這大隻1000% 哇 這個起碼要 起碼 起碼要 離譜到6萬吧 你都一個準確的數字 520 趁機在告白 520 小馬 52啦 他52 52 對 現在再售價是差不多 59800左右 59800 差一點欸 喔 好險省下來了 正負200才有 剛剛在看我裡面 哇 省下來了 我還是在看 59800是double的 對 double 這樣子的 這個漲幅 是還比較高 以這個費數來說 小隻的 長得比大隻的 還要高 肚子裡面有很多 很像那個轉蛋有沒有 對 我覺得很可愛 所以它不能轉出來 不行 不能轉出來 轉出來的話就破了 就破了 羊水就破了 對 羊水就破了 所以這個熊呢 大概就是這麼一回事 以及這是上海 Ginner Set的活動呢 小馬只能說 辦的是有趣好玩的 對 但是人太多 實在是不能玩 阿欣明年要去一下嗎 明天一定要去 2020 2020 相約一下好不好 Ginner Set的活動主辦 幫我們VIP入場一下 實在是 真的是太累了 真的 很早排到晚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給各位把這個事兒 慢慢的還原一波 故事呀 發生在2019年的 12月7日的下午 這個女協販子 和她的那團夥 那幾個男的啊 不知道從哪 她5點發售那個白絲綢 她不知道從哪搞了個二維碼 然後又進去買了 買了以後 讓群眾們看到 看到以後呢 當然就不樂意 不樂意以後呢 就吵起來了 吵起來 有個哥 剛開始先手搶了一把 搶了一把以後 人們就上了 搶的搶 踩的踩 這個女的呢 她搶的過程中也是 奮力的掙扎 奮力的抵抗啊 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就在這時 一個穿綠色衣服的男子 伸出了 他的邪惡的雙手 他雙手 他的雙手並沒有伸向鞋子 而是 定時生下了那個女邪犯子的奶滋 那個哥哥 他拿手 壓住了奶滋 壓了好幾下 女邪犯子的頓羞 惱羞成怒呀 真是不可理喻